中國地底風水營業協會 理事長 張希初 大家好 我是中國地底風水營業協會 理事長 張希初 2019 你在這個住的地方很重要 因為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你進來的客廳 中央 中央就是中宮 在你的中宮放一組茶圖 就是泡茶的茶圖 然後可能要放六個茶杯 或者八個茶杯 因為今年的中西巷會比較旺 南北巷可能會比較弱 那你可能要東方 在東方裡面加個東方 不然你的陽台在哪一邊 朝著東方 挖一個水晶球 來把它催化 把熱韻催化掉 好運吸進來 那再來說 今年的這個2019的現硬色 像屬木嘛 那木綠色系列 綠色系列 也綠色淺綠色系列 以及那個紫色系列 還有玫瑰紅系列 還有蓮藕色系列 這樣這三四個顏色把它結合在你的房間 或者你們的書房 你的房間包含你的窗簾 以及被套 被單 床套 你把它放這四種顏色的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可能對你在2019 你的運勢可能就會比較順利 比較不會遭到裁員 比較不會遭到上司的長官的 找你麻丸 找你囉嗦 那再來說 你的辦公桌 你個人的辦公桌最好放一個 還有圖袋 圖袋裡面放 譬如說你是賺美金的 你是賺人民幣的 那可能裡面你把它放 你有或是八塊 或是八百 等等的放在圖袋裡面 放在你的抽屜 攬左你用 那你周圍上呢 你放一個 金錢寺 小盆檢 金錢寺或者財錢寺 那麼小盆檢裡面 上面放一個小小的A檔石 A檔石上面把它寫你自己的身上 除去就寫豬 屬牛就寫牛 屬馬就寫馬 這樣的話可能會帶來 讓你的上司 對你的印象 以及旁邊的同事 比較不會產生過鬥 比較不會產生敵人 比較不會產生可靈機 你要花財 在你住的地方 或者你的辦公室 進門的第一個銜關 放一個圓袋 圓袋上面有蓋子 蓋子裡面可以放一些 六或八張的 一百塊的 然後下面放你本身實際的身上 然後放五銜 就是紅色綠色 放黑色黃色白色的水晶碎片 放在裡面把它蓋起來 然後上面放一個紅布把它蓋起來 對你2019的豬聯 你才會嫌大運 你才會以財運廣進 你的財運 你個人的財運 或者你公司的財運 或者你住家 本身自己的財運 才會 會有貴人 自動拿錢 或者貴人來 落入湯來給人 然後讓你 發財的機會 讓你得到 很好的收貨的平坦 祝福大家 那個豬聯型大運 2019 財源廣進 家家戶戶都發大財 人人各得就是 身體健康 萬事努力 你得到 6 6